19年前,中国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 但随后却遭到中共僵尸集团 发动的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 这起事件震惊海内外 周二,悉尼法轮功学员举行烛光纪念 悼念被迫害致死的修炼者 4月24日晚,悉尼法轮功学员 在当地著名的海德公园举行烛光纪念 悼念在这起事件中遭受中共迫害 甚至付出生命的法轮功学员 并呼吁中共立即释放 被非法抓捕至今的法轮功学员 因为他们是修炼真、善、忍的 对这个社会,对这个整个 今天当今这种道德下滑的这种社会 实际上是道德提升是有很大帮助的 那么中共来讲呢 它19年来一直在持续这种迫害 所以所有有良知有正义的人们 都会发出这种心愿 就是说立即停止迫害 星星烛光在夜空中闪烁 人们仍然记得当年上访时 法轮功学员是如何理性与和平的提出诉求 让天津立即把非法抓捕的法轮功学员释放 第二点呢就是说 大法的书局要合法出版 不要受禁止 第三点呢就是有一个自由的练功环境 看到那个常人承的烟头 我们都给它捡起来 马路上临走之后一个纸屑都没有 一个树叶也没有 就是真的比你那条扫还干净了 这些警察们都看到了 他们也挺很震撼的 因为他们说我们也做不到 我们知道你们是好人 法轮功学员的反中共迫害 受到西方社会民众的支持 我还没说过 他们100%的震态 他们知道在自己的国家 他们被捡起来 面对残酷迫害 法轮功学员和平的反迫害不曾改变 他们希望正义彰显 迫害早日停止 新唐人记者燕山悉尼采访报道